你知道我當初買多少嗎 我不知道 595萬 595 被車貸背到快死了 付了200萬頭起 車貸一個月11萬頭 買房子好像比較划算 對 所以今天這一集 也是我最後一次開這一台車 真的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王一柯欣 歡迎收看讓我開你車 只是說今天這一集 我們開的車是我自己買的車 登 老爹 诶 雨昕你好 要來公布我買的是哪一台車 老爹請說 99E的Mk2 這顆引擎其實蠻棒的 但是你都沒有驚訝嗎 怎麼會有人新手第一台就 當然有啊 因為之前你就問我說 你想要買車呢 要買什麼 而且你有指定 想要買雙門嗎 對 就給你建議了幾台 結果沒想到在碰面的時候 就直接是保持體911 而且還是直接上GTS 我想說 哇塞 這個真的蠻猛的 那你這樣換車你就很難換啊 通常買車就是 因為慢慢往上買 對啊 日系 歐系 頭髮品牌 你直接就保持結 那請問一下你下一台 我先解釋一下我當初都買這台車 它長得好可愛 又很小台 比較不容易撞 又是2加2 所以我就覺得這台車 根本就是我的夢想車 所以我就開始看 從911最基本的 然後再來是S 4S這樣看 結果我後來發現 4S喔 就已經要400多萬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還是缺金少兩 後來我就看到這一台 我就覺得 它的選配啊 它的外型啊 它的顏色啊 全部都是我要的 因為你知道有些皮椅的顏色是紅色 或是白色 然後它剛好是黑色的 還有哪些是關鍵配備你最後下決定的 跑車計時器 跑車計時套件 然後又是機皮的那一裝啊 還有一個就是它的椅子後面有多加錢 香了GTS 這個 對 這個字標 這個我會喜歡 然後顏色又是白色 雖然它不是卡拉拉白 但我覺得就也OK了 還有很新 它的里程數才1萬5 所以當初雖然說它是2017年的車 但是我覺得它看起來就像新車一樣 然後我就買了 你知道我當初買多少嗎 我不知道 595萬 595 被車袋背到快死了 付了200萬頭起 車袋一個月11萬頭 買房子好像比較划算喔 對 所以今天這一集也是我最後一次開這一台車 真的嗎 當初買595啦 過了半年時間要把它賣掉 但是我其實覺得現在價格沒有到很好 但是我還是會賣 因為養車真的太貴 然後我也覺得我也有體驗到 寶石街的魅力所在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覺得寶石街的魅力在哪裡 加速好像0到100是3.4還是3.6 你知道有些車是前面加速沒有那麼快 它到後面才會突然 對 它這個是一踩 它吹出去 你是像在玩雲霄飛車一樣 它有個最大的重點 它很小台 然後因為它是後置引擎嘛 方向盤比較輕 習慣之後發現比較靈巧 然後再加上這台車 它的路感非常明顯 它的輪胎是 Cup 2 對 Cup 2的 前車主非常懂選 也造成了我雨天不太能開 太滑了你知道嗎 雨天會比較滑 但是你知道我買到現在 我只開了2000多貨 所以你不覺得可惜嗎 星騰 人生第一台 就沒體驗到它最精華的地方 就要把它賣掉了是嗎 對我來講是因為我喜歡車 收藏到車況不錯的車都會捨不得買 那你自己個人現在覺得 這台車車況裡面怎麼樣 顧得很好啊 新車位也很重對不對 對沒錯 那個麒皮 Carbon的套件 這些飾板 它連那個轉速表 它有特別選紅色 你知道另外加錢的喔 真的啊 它就是要讓你那個Sport感出來 然後你看它這個縫線 黑配紅 我覺得就是很有那種戰鬥氣息 當然啊 而且你看它這個是行車模式 這個叫Sport Plus U的話就是標準 啊我又轉過耶 你沒轉過喔 開起來會更熱血耶 你說你可退彈吧 所以我還不懂得享受這台車 我就要把它賣了 其實你再開個兩三個月價格不會差太多 喔真的嗎 因為還沒到年底啊 因為我去估的時候 它是跟我說大概534 好啦 那今天就先這樣 也非常謝謝老爹 剛剛聽完老爹說那一些之後呢 我還是決定要賣 說實在我覺得我當初的想法 不夠成熟 想的不夠透徹 被那種慾望蒙蔽了 也沒有想到說後續的車帶 保險 大小保養 每個月都是多 將近20萬的花費 說實在真的非常非常緊繃 所以當時因為一時的衝動 買到短暫的快樂 但我覺得是時候捨棄掉這一份快樂了